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1837年,路易·伊尔领导起义,想让鹅也有投票权 21964年,加拿大旗帜诞生,枫叶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 31985年,加拿大人造第一个全身CT扫描器,Pose镜不再是超人专利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1837年,路易·伊尔领导起义,想让鹅也有投票权 哦,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历史的一次滑稽插曲,不过让我们先澄清一点 1837年的确发生了一场起义,而路易·伊尔·路易斯·瑞奥确实是一位著名的起义领袖 但他并没有为鹅争取投票权 这里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误会,或者是某种幽默的夸张 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背后的真实故事 首先,路易·伊尔是加拿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但他出生在1844年,这意味着1837年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他是梅蒂斯人,Maitis,一群欧洲和原住民混血后裔的领袖 而他领导的起义发生在1869年和1885年 这两次起义都是为了保护梅蒂斯人的土地权利和文化 而不是为了动物的投票权 1837年实际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起义,特别是在加拿大 比如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叛乱,Rebellions of 1837 这些起义是由不满英国殖民统治的加拿大人发起的 他们争取的是政治改革和更大的自治权 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路易·里尔真的在1837年领导了一场 为了俄争取投票权的起义,那将是怎样的一幕呢? 首先,我们可能会看到俄群在议会大厦前面排队 用他们的额掌印上投票印章 议会里的辩论可能会变得非常嘈杂 因为每当有人提出一个不受欢迎的提案时 俄们就会齐声嘎嘎叫唤 而选举日可能会变成一场大混乱 因为俄们在填写选票时总是不小心把他们弄失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在现实中,动物并没有投票权 而历史上的起义和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围绕着人类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不过,这个有趣的误会提醒我们,历史可以是复杂的 有时候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 在学习历史时,我们应该努力寻找真相 同时也不要忘记保持幽默感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轻松的方式理解过去的事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64年 加拿大旗帜诞生 枫叶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想象一下,1964年 加拿大这个宽广而多元的国家 正处于一种身份认同的青春期 就像一个青少年试图在父母的影响下找到自己的风格 加拿大也在英国和法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自己的标志 这时,加拿大决定 是时候拥有一面真正代表自己的旗帜了 在此之前,加拿大的旗帜上充斥着英国的联合旗和法国的百合花标志 这就像是穿着父母旧衣服的孩子,总感觉不太对劲 加拿大人开始思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的,一片独特的枫叶 枫叶在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不仅仅是一片叶子,而是加拿大精神的象征 坚韧,美丽,季节性的变化,以及对自然的深深敬意 所以,当枫叶设计被提出时 它几乎立刻就赢得了人们的心 但这个过程并不像枫树的生长那样自然顺畅 它经历了激烈的辩论和政治角力 想象一下议会里的情景 议员们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计想法 有人提议加上北极熊 有人想要加入迷路 甚至有人建议把一个蓝色的星球放在旗帜中央 但最终,枫叶以其简洁 不带争议和深具象征意义的特质胜出了 1965年2月15日 新的加拿大国企正式升起 那一刻,枫叶终于在世界舞台上意义生辉 它不再是临终的一片普通叶子 而是飘扬在国际舞台上的加拿大精神的代表 从此以后,无论是在奥运会上飘扬 还是在国际会议上显眼 难免红白相见 中央有一片红枫叶的旗帜 都让世界知道 这是加拿大,一个自豪而独立的国家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加拿大国旗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片枫叶石 如何从树林中跳出来 跳上国际舞台 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和骄傲 这不仅是一面旗帜的诞生 更是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成长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1985年 加拿大人造第一个全身CT扫描器 透视镜不再是超人专利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1985年 加拿大人造出了第一台全身CT扫描器 这可不是小事 因为从那时起 透视的能力不再是超人专利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超人 你可以随意透视建筑物 山丘 甚至是人体内部 这种能力对于拯救世界来说 无疑是极其有用的 但是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这种超能力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 1985年 一群聪明的加拿大科学家们 让这种超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实 全身CT扫描器的出现 可以说是医学影像领域的一次革命 CT 即电脑断层扫描 Computed Tomography 通过使用X射线和电脑处理技术 能够让医生们看到人体内部的横截面影像 这就像是给医生们 配备了一副可以穿透人体的X光眼镜 让他们能够在不进行手术的情况下 对人体内部进行详细的检查 当然 这种透视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超人可以随意调节他的透视强度 而CT扫描器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检查需求调整扫描参数 而且 超人透视时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但CT扫描器使用的X射线对人体是有一定的辐射风险的 所以使用时需要非常谨慎 不过 这并不妨碍CT扫描器成为医学诊断的一个重要工具 它的出现 让医生们能够更早地发现疾病 更精确地定位问题 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治疗 这台机器的发明 无疑是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超人在电影中 透视墙壁 找到了坏蛋的藏身之处 或者在救援现场透视废墟找到了被困的人们 你可以自豪地说 嘿 我们人类也有这种超能力了 虽然得穿上白大褂 而且还得按个按钮 加拿大的科学家们 你们真是太棒了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分享了三个历史故事 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和夸张 但这些故事仍然有趣 且富有教育意义 首先 我们了解了1837年起义的真相 路易 李尔并没有为俄争取投票权 然而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可以是复杂的 有时候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 我们讲述了加拿大国旗的诞生 枫叶作为加拿大的象征 成为了加拿大国旗上的标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也需要自己找到自己的标志 最后 我们分享了加拿大人造第一台全身CT扫描器的故事 这个发明让医生们能够透视人体内部 进行更精确的诊断和治疗 虽然这种透视能力不及超人 但他对医学的贡献依然不可忽视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历史 加拿大国旗或医学技术有什么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